大夏人果然卑鄙 我带着子民的希望前来大夏 结果不仅没学到强国的手段 反而把自己和子民都搭了进去 母后 阿妮亚该怎么办 不好了 三日之后啊 赵小高不知道在哪儿进了一批细域舞鸡 如今啊 满城热议 到时候我们的顾客 就全被抢到快活灵去了 真不知道这批细域舞鸡啊 从哪儿弄来的 那里就有一个 她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不知道呀 这女的一进来就买酒 然后一句话不说 蒙头就是喝 好家伙像喝水一样 这不会把身体给喝坏吧 要不然我们过去问问 你别管我 让我喝 呃 这位昔日来的美女啊 发生什么事情了 听说快活灵来了一批舞鸡 和你有关系吗 如此强盗行进 你们大厦早晚有一天会遭到报应的 什么意思 身为一个公主 连自己的子民都保护不了 甚至连自己都要受到羞辱 若我能回到西域 早晚有一天不定要踏平这大厦 传闻西域人刚练 闪躬嘛 懂武艺 即便是女子 已时刻身怀令人 这动作没想到还是贫变嘛 你要是在这里聊造反 那我可就来兴致了 怎么样 详细说说你的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